八零年代的爱情,不寄托于物质,不缠绵于肉体,却最令人沉迷怀念。 今天,看一部能引起多数人共鸣的电影,看古今中外,凭百态人生,这里是小微讲故事。 故事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,小关是学校唯一考上大学的高材生,他的名字因此响彻校园。 大学毕业,他被分配到土家族乡镇的公母寨,成为了一名乡镇工作人员。 命运让他再次回到闭塞的小镇之中,小关感到现实是如此的讽刺。 失忆的他只能向酒精寻求安慰,买酒时,他意外遇见在供销社上班的丽文。 两人对视两酒才吐出几句寒暄,香醇的酒味勾起了小关的回忆。 远在学生时代,他就喜欢丽文,是初恋也是暗恋,但因丽文生性孤傲清冷,这场单相思无中无果。 如今旧梦重闻,小关内心对丽文的感情蠢蠢欲动。 可丽文依旧对他态度冷淡,他心中烦躁又水土不服,心里总惦记着打酒的姑娘,于是找足了借口往供销社跑。 时间长了,丽文也会和他嬉闹几句,有时也抵不住小关耍赖,二人会待在屋子里聊天追忆。 混沌之际,他们渐渐热乎起来,在自由的山谷里享受这份暧昧。 这天,两人在河边洗衣,小关随口问起丽文父亲的情况。 他父亲原是桥梁工程师,后来遇到他母亲便在此定居。 因为丽文舅舅在海外下落不明,他们一家人在文革时被打压。 之后母亲去世,自身的问题也还没落实,被发配到这里劳教。 现今孤身在山顶当灭匠,小关听闻陪他去山顶看望父亲。 父亲是位谈吐有志的老人,他看得出女儿与小关之间微妙的感情, 也深知年轻人不该被困在山里。 他对女儿说,如果能出去,走得越远越好。 丽文却表示愿意待在山里守着父亲。 小关也复合道,这山里挺好的,但他们哪知道老人家的心酸愁愁。 一天,小关城里的前女友小雅来看她。 小雅和丽文的清冷不同,她强势,热情,有着城里姑娘的优越感。 同时,她也看出两人关系的不寻常,于是旁敲侧击, 一口一个姐叫着,打听丽文对小关的态度。 丽文只淡淡地回答,我们山里人的喜欢和你们不一样。 送走了小雅,两人如往常那样相处。 中秋,小关陪丽文妇女过了节,两人返程路过一座木桥, 山水相间,灯笼散着微光。 夜色下,两人倚靠栏杆,小关再次暗示她愿意留下。 丽文依旧拒绝。 就算你理解我爸的牺牲,可是你懂我妈的欠倦吗? 她不想重蹈覆辙,用所谓的爱情来禁锢一个本属于大千世界的过客。 那一晚他们待了很久,80年代初表白很难,小关会随手采一束野花送给她。 丽文也会偷偷把爱意制成毛衣,他们惦念着对方却难以表达。 这天,丽文的朋友要嫁人了,按照当地的习俗,她得作为姐妹去陪哭。 在陪哭氛围的感染下,丽文冲出去坐在河边静心。 小关也追随她来到西边。 两人少有的玩闹戏水,宵夜如花。 寨子里条件不好,小关来后也没好好洗过澡。 丽文为她烧好热水,在阴晕的水气之下,一墙之隔让两人的心再次悸动。 山蓝昏沉,木烟缭绕,他们相约打鱼,在潺潺的河水声中享受这份美好。 晚上,两人围坐火炉畅聊所想,灯董事的灭了,屋外风雨交加,屋内炙热暧昧。 小关在紧张的气氛下,鼓起勇气,问起毕业时留给丽文的情书。 丽文内心局促,脸上却清醒异常,她轻描带写地带过。 水过三秋,那些往事又何必再提。 小关酝酿的情绪被打断,顿了顿,转身离开。 她想留下,丽文也想她留下。 或许80年代的爱情就是这样,隐晦难言,又不知所措。 很快,小关的调令下来,她马上要移交工作回城了。 或许是想被挽留,得知消息,她立马找到丽文。 但她还是一如往常希望小关离开,越远越好。 单位的老田为小关健行做了一桌子菜,老田知道她最放不下什么。 于是请来了丽文,让两人单独谈谈。 看不到你,说明你的日子好了。 累了,就回来,谢谢。 丽文带来了她治好的毛衣,小关回赠了自己随身的口琴。 两人对饮几杯薄酒,却依旧没把享受的话讲出来。 如同小关所说,她难以自持,却又不忍冒昧。 两人在夜色中做了告别。 分开之后,小关经历了读书下海,经商发财。 最后为朋友信贷担保,被骗被抓,现如今一无所有。 在她决定再次北上之前,参加了一场高中同学聚会。 丽文推开房门那一刹,小关不敢在最落魄的时候面对她。 借着同学们起哄,她在酒精中麻痹自己。 这次遇见,他们没有再克制。 那一晚,丽文用身体安慰了这个潦倒的男人。 虽不能再去前缘,却完成了少时意志的冲动。 之后小关再次北上,带着丽文偷偷塞给她的信和钱。 好在她不负期待,干出了点成绩。 等她再次归来,想了解丽文近况时,噩耗随之而来,丽文病逝。 小关穿行在跳丧的人群中,那黑白筐里的女子是她逝去的青春。 丧礼结束,丽文好友给了她一些东西。 里面有一封皱巴巴的情书和口琴,这些都是她给丽文的。 在雨中,小关失声痛哭。 原来,上次她回城时,丽文正在寡居。 她的丈夫车祸去世,留下一个全滩的婆婆和女儿。 没过多久,婆婆去世,她自己也得了绝症。 小关放不下的青春,终也结束。 电影《1980年代的爱情》奇美深刻,导演在摄影方面依旧稳当成熟。 山间树里,无处不情,无处不美。 编剧也痴迷诗情写意,却偶尔刻意假态。 仿佛那个年代,遗憾就是爱情的代名词。 那一代人所怀念的黄金岁月,是大部分人都相信爱情的年代。 那时候,物质极其次养,些微的痛苦也是至为甜蜜的。 比起战友,他们更想成全,因此造就了诸多遗憾。 男人想,隐随利从,终老是乡,女人则,放逐私人,心勇同在。 但自始至终都互相惦念。 《1980年代的爱情》,一岁,却也让人不惊地惋惜,赞叹。